這個問題是關於有精神問題 精神病 吃藥 到底是怎樣 我就會說這樣的 有些嚴重的失控 會打人 會有跳樓的傾向 的人如果處理不了是需要吃藥 如果有藥可以幫到他 譬如有些人說他很憂傷 他會找我們 我會了解他的憂傷程度 譬如分不了教 常常亂想事 會不開心 我覺得這些是不致命的 我就會說耶穌可以醫治 醫治我就不會說只是看聖經 因為看了聖經有很多人進不了心 需要看聖經 不過不只是看聖經 是需要各方面醫治的 那各方面醫治 怎樣醫治呢 第一 很重要的 就是深信神愛我們 這個是醫治的來源 我們是寶貴的 你們是不是個個都相信 神很體重你 神很愛你呢 嗯 當然 當然啦 希望啦 真的是當然啦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 不是必然的 不是個個都一定是覺得神是好好的 有些人真的會覺得 如果神那麼愛我 神就不會給我一些苦難 但是這個不是人性的貪念才會這樣覺得呢 是啊 但我的意思是說 有些人是拆解不了問題 所以他是有埋怨神的心 我可以這樣說 對神的心可以有不同程度 我們去到天堂 個個都寬理神 寬理到不得了 感激神 感激到不得了 這是最強烈的 好了 基督徒 我講基督徒而已 就算基督徒有很多人不懂得感恩的 他都依然覺得 神對他不夠好 好了 這種是低的情況 中間都有很多級的 有些人都會懂得理論上思想 神給我身體 給我食物 他懂得說 但他心是不是很感激呢 又未必很感激的 不過只知道這個事實 而因為人的傳人 又包括思想 意志 感情 和靈 凡是一種信念 一種感覺 入了深層 那樣東西就是我們擁有 如果那樣東西不是有深層 我們未必擁有 譬如他說 神很好 只是知識上而已 但他心裏面並不是覺得 哇 神真的好得不得了 有神萬事促 有神真是最好的 所有禮物都是從神而來的 哈利利亞 這樣就是神 那他就是那個 入了他的感覺和他的靈 即他的靈都很開放 因為神的恩典都入了他的心 有很多人在知識上知道神的好 但他入不到他的感情 有些人可以入到感情 但入不到他的靈 所以他的靈的討告是不通的 即是說 他是 他有感激神 不過他的靈和神是不相通的 即是不相通的時候 即是他討告 即是他不太容易得力 即是他討告不太容易得力 所以這個就卡住了 所以這字第一個 基督徒來說 是否深信神的愛 所算神的恩典 這是第一 第二 是否相信自己是寶貴的 因為覺得自己是垃圾呢 沒人要的呢 沒人喜歡的呢 就一定是不好的了 即是這些都是整個人的意志來的 也都相信我的前路是可以改善的 神可以幫我 我不是一個廢柴 因為有些人覺得是廢柴 為什麼跟人相交又不行 跟人聊天又沒有人喜歡 做工又被人炒又魚 跟家人關係又整天都失敗的 那麼他覺得自己沒有能力 沒能力 那麼也都是能夠處理逆境 即是一個人 他能夠處理逆境 因為為什麼很多人有情緒問題呢 他處理不了逆境 也都能夠從神得力 那麼這個人整體健康呢 那麼他是可以逐步改善的 即是說如果一個人 他能夠用這些方法處理到的 他能夠改善的 那他就應該用這些方法 就不應該 不需要依靠藥物 但有些人的確去到一個嚴重的程度 他是會失控 他會真的處理不了日常的事 有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上學上班都做不到 我自己來說我會盡量幫他跟神的關係 和處理生命去醫治的 但是如果他去到真的沒有人發的時候 我覺得藥物都可以幫助 不過也都是有很多人寫的 藥物有個問題就是 你用開精神科的藥 你是很難停止的 所以他未開始是最好的 他會很多是一生依賴 而且他一不用就會有那種反應 反彈有個名詞 我忘了一個名詞 總之他會很難出回來的 他一不用那些藥物的反應很強 所以有人用開 我就不會叫他立刻停的 我會說你先處理生命 你覺得真的很好 又不覺得有什麼大問題 那你就跟醫生說可以了 那你就減一些藥 減一些藥都可以的 那就逐步逐步處理生命 我也會這樣說的 在吃藥的人都一定要處理生命 也有人在網上說 他說你不處理生命 就算你用什麼藥物 找什麼輔導員 你做所有事情都沒有用的 因為始終都是你自己需要處理的 我可以做到一種藥物 我不滅多了 好久一點 要吃了 因為初心的藥物 很不舒服 對於是 你的風格 好久以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